五星翼龙被其K 死身方便迎战为翼龙复仇 方便是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位选手 以其灵活多变的打方 比赛客观性强的优点 深受全迷们的喜爱 今天他要迎战的是一位来自瑞典的黑人拳王 他的名字叫卡尔 这位选手曾经在中国击倒过多位中国选手 其中就有五星翼龙 由于其皮肤有黑拳脚有力等特点 人送外号黑色雄狮 那么方便能否赢得比赛 让我们进入比赛 比赛一开始双方进行简单式的 卡尔率先发起进攻 他以精湛的腿法进攻 方便则以灵活的步伐游走多闪 找准时机就是拳法猛攻 打得卡尔连连后退 卡尔在太有精神了 所以他就获得过 赛出卖女王队的冠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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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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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看到卡尔不敢出动作了 不敢出动作了 这就是方便的 这就是方便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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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